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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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叫做起底 原来黄之锋 原来他不做犯法事 就做傻事 他原来想骗课金 为名查暗访的偵查工作 实在需要资源 看各位订阅支持 就是骗赞和骗课金 其实我觉得香港的攬炒派 凡暴派 真是无耻到极限 为了骗钱 为了要骗粉丝 黄之锋差不多是一个退休状态 但无论如何 我觉得如果这些人 他继续在香港 这样去搞我们香港人 我仍然觉得是很不够的 当然我看一下黄之锋 我觉得 第二时可能立23条 23条可能会有一些 有一些叛国 有些网友给一个图我 我觉得都OK的 基本上23条有什么呢 23条原来就有 煽动叛乱 黄之锋建 这些公安底算不算是煽动叛乱呢 叛国 你一直说要自决 说不是中国人那些 就是叛国 是不是 与外国政治组织进行 政治活动 即是外国政治组织 涉取国家机密 黄之锋就不算是涉取国家机密 但是如果本地政治组织 与外国政治组织联系 这个也是23条所禁止的 如果有23条 黄之锋究竟他敢不敢再犯这些法 还说起大陆底 那你起大陆底 就是煽动叛乱 是不是 可能黄之锋已经欺骗了很多黑钱 可能现在玩退休 玩些无聊低B东西 但是我仍然是希望23条尽快来的嘛 现在香港呢 其实你看到 很多大学 仍然说在他们的课堂里面 有些网友跟我投诉 那些小朋友在某一间大学上堂 那在家里听到他们做Zoom 是不是 Zoom上堂 谁知道课堂也是在搞港独 洗脑 煽动的学生 正在发生的 正在发生的 其实我觉得 为什么 其实香港为什么还要有这些大学 存在呢 是不是 香港人的公帑为什么要给 给这些学校 去洗我们香港人的子女的脑子呢 老实实可说 我的主张比较严厉的 除了我希望呢 取消教会学校的白学权 因为我现在呢 有人投诉 向我投诉 就说 喂 在将军澳的孙道会 孙基 小学还是中学 我先查一下 但是 在这个 白后风球的日子里面呢 竟然在学校里呢 播 通常港独就骚扰 隔离屋的居民 隔离有很多屋苑围住他 其实我觉得 你孙道会 要取消他白学权之外 真是很离谱啦 不止有九龙堂孙道会 孙道联会 也原来是港独组织啦 最好我觉得 如果是不孙的 不过孙道会 应该取消他 他那个呢 如果他经常散毒 如果他在 港坛里面散毒 甚至 应该就要取替他 这个中派取替了他 香港不可以容许 宗教组织呢 去犯23条 煽动叛乱啊 又说自己不是中国人啊 又说那些教育组织 教香港兽子说 做中国人很羞恥啊 喂 其实这些香港 现在 可 就是国安法呢 没有处理到 是不是 那句 我不是中国人呢 仍然他们呢 在那里 在那里说 甚至在学校里说 其实很离谱 港大 好像说有改善了 他主动说 哎呀我 够时间了 我答应了给学生会 所以呢 我就现在呢 就可以 就开始 他自己去清原 那些 港独文宣 但是校园里面 这些学生会 其实应该就全部 取消学籍啦 你不取消学籍 就应该取消 港大 接受香港政府的资助啦 甚至我觉得这些大学 甚至全部都收拾了 不需要存在的啦 我觉得呢 最好呢 深圳的性格做直车史 跟着呢 自主呢 做一些决定 譬如说 举例 香港人的子女 去深圳读书 国民待遇 甚至不用钱呢 我特别优惠你 不用钱去 回深圳呢 读大学是不用钱的 吸引你香港人呢 回大陆读大学 香港的大学呢 就全部收拾了 直接呢 令到那些黄色的教授 港师全部失业 喂 你们就去暴动咯 打了台湾之后 还怕你们那些黄老师吗 你隔个龟头出来 就拘捕你咯 是不是呀 香港现在要清洗呀 教育界 我说得很远 但是你想起黄之锋呀 那些港独的人 你去建大陆公安底 扮 你好像很英勇 原来是公开资料 但是你们那个行为 就在煽动颠覆中国 那这些人 应该就是要被取缔的 你现在在煽动这些东西嘛 是不是呀 说起23条 因为说起黄之锋 说起23条 说起那些大学呀 说起那些学校 播毒呀 我觉得难以容忍 另一边呢 说多一点点 马道立呢 就玩家天下了 我想呢 阿闪师傅呢 也有提 他也去预测 林郑呢 会给呢 马道立的老婆 去中院 中审法院的常任法官 他也会 accept 推荐 其实林郑其实在呢 出卖我们香港人 马道立 他语文为敌 我们这个节目 我讲过 他就升何俊预 就是语文为敌 现在他知道他 他很快要退休了 他要延续他的影响力 他就向他老婆 去做这个呢 吹赞他老婆 做常任法官 终审法院 喂 其实是不是玩家天下呢 是不是独立王国呢 而且呢 善师傅呢 给的资料就是 原本65岁退休 他老婆67岁 马道立就改变退休年龄 就量身订做 让他老婆可以做 其实没有啊 我想问 就是中央政府是不是你 现在 真的是不是对香港 真的不可以再 疏忽的了 现在这些直接搞港独啊 现在马道立 直接玩司法不公 甚至要败坏我们香港的风气 马道立这种人 是真的要 真的有很大问题的 譬如举例 有一件事 香港的法院 10月12日 判一个中大学生 与男童 即是美成年的 男性 美成年的幼童 降教 竟然是判敢化的 其实香港法院 是不是堕落到这样呢 他鼓吹同性戀 同性戀 同性戀 戀童都没所谓 但是呢 现在呢 我有另一件新闻 去做比较 8月14日 一位40岁的先生 他就引述三少年 江交呢 判七年半 为什么香港的法院 对某一些同性戀者 突然间就说 40岁可能呢 可能40岁呢 他就觉得 这位的货车司机 就可能 没有什么特别 所以判了他七年半 其实都是戀童 三少年 他说少年 12至14岁 刚才那个钟大新 为什么 会可以 去和儿童性交 又判敢化的呢 为什么40岁和这些 12至14岁的 江交 又要判七年半呢 是不是现在你们的司法系统 要移封易俗 将些丑恶的东西 即是说 喂 我不是说 有些人就说 同性戀不一定是江交 同性戀不一定是罪 我不同意拗这些 和儿童性交 是天路人怨的东西 是不是 喂 你在影响我们香港的 社会里面的 真真正正 正义的嘛 喂 保护儿童是我们社会 应该有的价值 来的嘛 敢化 你马道立麻烦 喂 你会不会主动介入啊 你会不会主动介入啊 是不是现在 你现在 郑若华又说 那些儿童被人 干交小事啦 那样 喂 其实我看 你会不会死啊 第二八章 刑事罪行条例 如果和一些未成年的儿童去性交呢 可以中心监禁 为什么会感化和中心监禁 差那么远的呢 可以判到中心监禁 你就去改了去判感化啊 喂 你究竟 这位 是不是有一些法官都很喜欢同性戀 和这个中大申 胡俊 有性关系 所以就去包庇他呢 喂 我才可以这样怀疑啦 喂 如果不是 喂 你这个胡俊 他是中大申 就可以 去 去逃避刑责 去感化了事 我已经不是说 性取向歧视了 这件事我不玩这些了 我当你两个成年人去性交 你关上访问 我不管啊 你搞儿童啊 你马道立 你怎么管理法院 你是在败坏我们香港人的道德啊 你与香港人为敌 何俊耀不断呢 攻击警察 放山 暴徒 甚至十二门徒也有放山过啊 你去升去职 是不是啊 现在呢 私伤仇仇仇 即香港 现在 明明有个基本法的机制 特首可以呢 罢免法官 我觉得中央麻烦 落实基本法 而且要换了林郑 如果不是呢 林郑给我们很大的没有信心 就是说 香港邪恶的风气 由马道立 经她老婆 去 继续延续下去 我跟某些建制人士说 去聊天 她说 香港呢 如果你说爱国爱港的一些法律人士 即是普通法的人士 事实上是不够的 所以现在呢 这个司法系统的问题 很严重 你动司法系统 可能会影响香港的金融中心位置 那是一个挺麻烦的事情 你现在呢 譬如说 大陆的司法系统的人 他们属下大陆的法律 不可能来香港 取代 现在香港这些司法人士 但是问题 现在这些司法人士 以马道立为首 要败位香港人道德 支持港独 变成独立王国 还要加天下 马氏加天下 第二次呢 马道立呢 叫她老婆袁家玲又传给她的儿子了 父全妻妻全子 你林郑 随时就跟她勾结 去败坏我们香港 如果你林郑不是跟她勾结 跟这些司法人士勾结 你怎么会替她们说话 保护她们 另一边 她们推荐过英国人 来做非常人法官 你就有理不理去批 上个个多月才被澳洲法官 借这件事 说我是非常人法官 我没有什么审案 突然说辞职 去攻击 攻击中央政府 说不满国安法 现在你又找一个英国佬来 这些事情 你林郑是不是卖我们香港啊 不说那么多了 有一天我不想 出太多片 有时罵 我就限制我十几分钟 十几分钟录一部片 我是不够时间 但是不要紧要了 我就希望 尽量令到你们 不用听太多东西 拿到重点就可以了 我攻击林郑不是没有理由的 马杜勒这么腐败 你林郑有没有真真正正做一些事情 她表达给我听 就说 喂 你现在玩家天下的时候 你高调去拒绝啊 那我就服一些啊 不然 如果你通过 袁嘉宁的阵营呢 麻烦了 我觉得中央应该要马上 炒林郑 不然香港正在死 不是死定人 不好意思 先来到这个 等我说 只是这么多 我们下期再见